上星期七一沙田日赛之后 社交网络就被巴基之声疯狂洗版 个个都形容他的表现是 输在起跑线, 但赢在终点前 例子的程度不下于拉屎撞 不过, 假如早几年有社交网络 他的表现又会有多少个赞? 2002年12月26日 精英大师首次出赛 就大胜三个几码位 换转了今天, 网民会不会写 马坛新秀神级表现, 长辈走一边 2004年11月21日 精英大师年胜纪录跨越三个马跪 奪得第12场头马 Hashtag, 或者是挑战自己 勇往直前, 年胜不是梦 凭着17年胜的超卓表现 精英大师获选为全球 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当大家分享这段新闻 肯肯定会加上香港人的骄傲做heading 时代怎么变都好 我们都需要激励人心的故事 期盼自己会成为故事当中的主角 勇往直前 大家好, 我是斌仔, 黄冠斑 欢迎收睇录音厂当 车车, 先问你 上星期, 你有没有看过那场 非常厉害的新马赛呢? 当然有啦, 巴基之星嘛 就算没有看现场的朋友 我相信在网上不断疯传 也一定有看过了 因为起码传了几天 还打破了赢在起跑线的神话 全都够了荔枝吧? 说到荔枝 除了这只巴基之星全都够了荔枝之外 原来我们马圈还有一位荔枝哥吧? 我知道了, 当然是你了 看看你这副专装 还可以生存到今天还不够了荔枝吗? 我说的不是我 我说的真的是一个荔枝哥 就是出生在贫民窟的这位女神 莫雷拉 上星期五的沙田日赛 莫雷拉就凭着 拆骑徐鱼石马房的黄龙大将 以及蔡若翰马房的惯星灵听 全日就以两冠、一雅、两季的成绩 成为骑斯王 跟大家报一报数 雷神到现时为止 已经取得161场头马 距离马桂杀科 但还剩下两个赛日 不知道雷神的新纪录 究竟又是多少呢? 第四 而全日的佳话 就一定是头场的1200米的新马赛 事军由赛名小七騎 来自高东尼马房的三顺马 巴基之星 由于起步大漏集 所以在赛事阻段 曾经落后超过10个马位 但是到了最后300米 巴基之星发挥船风式后径 连续过13匹马 最终活断已破纪录的分段时间 21秒22,一出即胜 赢马之态 十足19、十年代的马王翠河 巴基之星的片段 除了成为成终佳话 还帮马主威度回向下 就连巴基斯坦电视台也有报导 第四 明天晚上就是跑马地的杀科之夜 所以当然要开个B玩尽它 明天跑马地马场将会举行大型派对 除了有美食、有东西玩 还有劲歌热舞表演 加上看一群斗得难分难解的 本地骑士搶头马 要送别这个马柜 更记得把握机会,疯狂玩回马 这季沈习成是谷草赛事 赢得最多头马的练马师 虽然她与骑士罗里亚上季合作较少 但随着罗里亚在今年2月拆骑 沈扣马断断又取得胜利之后 骑连合作越来越多 其后两人再度合作三十次 有一半能够跑入前四名 而近期罗里亚频频为沈习成建功 上个月她们曾经在两次赛事里起马 可谓是成绩美满 明晚是今季最后一次谷草赛事 沈习成将会继续跟罗里亚攀手出击 其中第八场的永旺连连 自从转跑谷草之后表现出色 五次跑1200米赛事全部赢得奖金 这次永旺连连 又可不可以把握季内最后机会 在同程赛事取得今季第四节呢 另外第五场的威龙 近三仗翻落四班出赛都有不错的表现 前仗只是紧紧不敌星班连捷的 倾心星奪得亚军 这次她又有没有机会成功保重 而第七场的大勇士 又可不可以在罗里亚跨下取得连捷呢 明晚记得留意 第一 接下来的星期日 就是沙亚田马场的杀科日 当日就会颁发冠军练马师 冠军骑士 最受欢迎骑士 以及高东尼长等等的奖项 当中最受欢迎骑士选举 早前在截止投票之前的最后阶段 莫雷拉的得票 就只是赛微领先奖家琪而已 究竟家琪BB 可不可以打破雷神的垄断地位呢 除此之外 当日全体骑士 还会按照传统做闭幕巡游 和大家带送礼物 搭借马迷的支持 不知道那天我能否拿到呢 最佳中距离马有什么心理呢 明月千里 可能是军事攻击 最佳长途马有什么心理呢 我喜欢海船生辉 我觉得明月千里 就是守折太阳 刚刚拍得很棒 大家都有很多的心理 让我们跟大家说一下 最佳中距离马的评选准则 就是1800至2200米以下 赛事里表现出色的马匹 今届的候选马 就有威尔顿、军事出击 明月千里和守折太阳 至于上届的得主就是威尔顿 他上季分别胜出 花旗银行香港金杯 百周年纪念银瓶 以及浪琴标香港杯 不知道今届 他有没有机会临壮呢 而最佳长途马的评选准则 就是屠程2200米或以上 今届的候选马就有张南 海船新辉和明月千里 至于这个奖 上届就是由这一只喜连巨星奪得 他是上季渣打冠军 戚姐打杯的盟主 所以今届戚打杯的得主 也很有机会得奖 说了这么久 知道冠军人马奖 是什么时候创办的吗 说了这么久 当然是… 我不用说话回答你 我用影像回答你 去片 2015至2016年度马季将近尾声 回顾过去超过80个赛日 大大小小的赛事 将会成为每一匹梁区成长的印记 而每年在季尾举办的冠军人马奖 除了表扬当季结出的 骑士和练马师之外 亦有多个奖项 为表现优秀的马匹加冕 冠军人马奖 创办于1998至99年度马季 前身是香港平马同业协讯会 创办的香港马王 1999年改由香港赛马会举办 时至今日 有多个奖项颁发给过去一季 有出色表现的梁区 就让我们一起看看 今季最佳短途马 最佳一里马 最佳中距尼马 以及最佳长途马的候选名单 今季的最佳短途马 候选马匹 有上街马王 步步友 友营格 大运材 和幸福指数 其中来自高东尼马房的幸福指数 上年12月 在骑士莫雷拉跨下 以半个马位力压大运材 胜出国际一级赛 浪琴标 香港短途錦标 其后幸福指数 在五月举行的本地三级赛 沙田银瓶 就以轻松姿态再次赢马 成绩由目共睹 而最佳一里马的入围马匹 就有两匹同主马 美丽之星和美丽大师 另外还有荣彩奔芬 大印银子 以及首飾太阳 当中上届最大进步马匹 荣彩奔芬 经过一季磨练 表现越趋成熟 这匹来自蔡若翰马房的五岁马 在国际一级赛董事杯当中 仅以颈胃之差跑入贵军 其后他越战越勇 在二月举行的女王银戏纪念杯 还要赢出他竞赛生涯的首项 国际一级赛树荣 而在五月举行的冠军一里赛 面对着日本马王满洛士 荣彩奔芬亦揭进全力 为港队勇奪亚军 尽显国际一级赛实力 今季最佳中距离马的提名马匹有 威尔顿、军事出击、首昔太阳 以及明月千里 来自约翰摩亚马房的明月千里 虽然在香港经典一里赛 以及香港经典杯 以短距离不敌首昔太阳 跑获亚军 但之后他越战越勇 成功在香港打悲大赛 击败宿敌、勇奪冠军 一个月之后 明月千里更加在全球 百大一级赛排名第九的女王杯 以凌厉后径大胜对手四个半马位 以四岁马之灵 奪得首项国际一级赛殊荣 成绩骄人 令他成功跻身 5月公布的2016年浪琴彪 世界马匹排名第三位 足以证明他的实力 至于最佳长途马的宝座 就是章岚、海船生辉 和明月千里之争 其中来自高东尼马房的章岚 曾经在五月举行的 渣打冠军汽姐打杯 以短马头位之差 压倒其余两匹候选马 海船生辉 以及明月千里 长途威力 不容忽视 今年的冠军人马奖颁奖典礼 将会在七月八号晚举行 到底哪几匹赛区 能够赢得以上奖项 同时变特赛区 又能够涌奪香港马王的最高荣誉 七月八号, 觸目揭晓 今年这么多实力 真的很想快到星期五 见证马王的单身 除了马王之外 还有今年新加入的高冬离奖 同样是令人期待的 期待, 稍后回来 就会有高冬离奖的大热人选之一 人称的马祥女神 珈其BB, 蔣珈其的访问 她就会和我们分享一下 她骑马的生活点滴 稍后见 BB 中文字幕 李宗大 中文字幕 李宗盛